各位鄉親父老們 歡迎來到本週的馬克信箱 嗨 我是馬克 嗨 我是瑪莉 我們要來回信了 怎麼 你為什麼打開以後 然後看到裡面嚇了一跳 裡面是裝了什麼洪水猛獸 沒有 就裝了一枚五十元 就這樣 對啊 他就寄了一顆硬幣來 沒有沒有 還是有信啦 我嚇一跳 我只是覺得很久沒有拿到一顆五十塊 好的 這封信來自於 呂 喝 注音 呂 喝 呂好 是這樣唸吧 呂 喝 呂喝 因為我太久沒有單唸注音了 樹林的呂喝第一次寫信給你們 有點緊張 好像有秘密要被發現一樣 我從四月開始呢 在西門的服飾店上班 在結帳這一關 我就失敗了好多次 某個週六又被丟到那個結帳的站區 我覺得很厌世 覺得自己做不來 但聽到有一集瑪莉說 你喜歡玩收銀機這件事情 嗯 不知道為什麼 我默默的被影響了 上戰場前 我不畏懼 我迎接挑戰 然後那一天 結帳功力大增 謝謝瑪莉默默帶來慕名的力量 結帳真的很好玩啊 對我喜歡把信用卡插進去的感覺 然後也喜歡結帳按按鈕 或是彈出來 或是聽發票 嗯 出來的聲音 可是現在很多感 就是最新的信用卡是用感應式的 沒有聲音 哦 我今天想分享的是莫名低潮的心情 一般來說心情都是蠻穩定的 有時候就是經期前覺得有點煩 容易心情不好 所以呢有時候低潮兩三天大概就是金錢震後群吧 可是呢昨天就是心情爆炸無敵不好 找不出原因 月經也delayed了一段時間 是不是因為上班太壓力太大呢 又晚下班 所以作息時間都太晚了 沒來由的就是很討厭自己 不想跟任何人聊天 想翹班 括號 我已經翹課了 課 重點是呢 我還要做一些跟自殺有關的報告 真的是夫婦根本就沒有得證 婦婦婦 後來我就跟男友說 好想見你哦 可是男友說 他準備等一下要一起開會的資料 並沒有辦法提早見到 後來我傳訊息跟男友說 好像每次說心情不好 都被草草的帶過了 後來才發現男友在開會時散會時 一直都是在我身旁 可是我都不理他 因為那個時候的我就是想躲開人群 躲在某處這樣子 反正就是對於這種無預警的情緒低迷狀態 該該怎麼解兩位有辦法嗎 情緒低迷狀態 就是那種無預警的就是 心情不好耶 很不好耶 我會看劇會看讓我笑呵呵的劇 然後因為心情不好的時候什麼都不想做 我的什麼都不想做是 我還可以做些很廢的事情 像是就是看劇 對對 可是有些人可能會是 低檔到真的完全動彈不得的 就躺在那邊 動彈不得的我沒有辦法 動彈不得的你需要看醫生 如果你到那個程度的話 對 然後追劇的話我就會推薦一些像是 Rick and Morty啊 那個想像力奔馳的 或是Brooklyn Nine-Nine 荒唐分局 超級好笑 Jake Perotta 我好像就會看一些我喜歡的綜藝節目 有時候你看到 就會有點想笑出來這樣子 他說有一次到了快上班之前 有人按門鈴 原來是男友拎著85度C的蛋糕來找我 當下情緒的轉換好難形容 看到他很重視我的感覺 感動超感動 雖然見到男友男友還是很笨 什麼話都不會說 也不會說安慰的話 但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是不是因為有時候只是心情太空虛 所以心情不好呢 不然怎麼會看見男友之後 心情就好起來了 還是其實我心裡是想要那種 被在乎的感覺呢 那其實就是去找男友就好了呀 反正他要說 謝謝男友你今天來陪我 如果那一個不是金錢證後 會不會真的是我有精神方面的問題呢 好 謝謝男朋友有你愛我 雖然你很笨 但是還好你學習力很好 處理我 你已經滿有一套你自己的方式了 也謝謝馬克瑪莉默默改變我的價值觀 讓我越變越好 謝謝你們 我是來自樹林的魚哥 You're awesome 說到了笨 請問聰明是什麼 哪些行動跟表現 會讓你覺得 這是一個聰明的人呢 聰明的人喔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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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你是我的兄 中國 講這個 站起來 站起來囉 哎唷 怎麼樣的人很聰明 哇 這個你要講個實際的例子嗎 嗯 什麼樣的表現跟什麼樣的行動 會讓你覺得很聰明 行動喔 真聰明還是假聰明 我們就撇掉假聰明 我們要說真聰明好了 真聰明 有時候我覺得反應很快的人 就是滿聰明的啊 嗯 反應很快 可是你要我怎麼舉例反應很快呢 反應很快 口若懸河那一種 然後或是看事情的觀點很深刻 看事情的觀點 嗯 對對對 有兩種一種看事情的觀點很深刻 是 你問他什麼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就是提供你一個 一般人會想的方式 然後還有他一個比較深層的方式 或是你沒有想到的方式 然後可以這樣繼續延伸下去 另外還有是 這種知識上面的累積 也許是學富五居啊 他懂很多東西 另外一種快的呢 則是很多的綜藝諧星 他們的聰明是 反應超快是 你不管丟什麼梗給他 他都可以把他接到 跟轉到那種很好笑的 那也是一種 反應快的聰明 聰明太多種了啦 也有大聰明小聰明 嗯 這是我想到的兩種聰明 為什麼會講這個問題呢 就是卡奧魯寫信來了 卡奧魯呢就想要問剛剛這個問題 他在第一次聽點點點的時候呢 是大一 在學校地下室熬夜做啦啦道具的時候 當時還不是點友 然後呢 那個時候在播廣播的學長 他還跟他說 欸 你也可以聽 Me night you and me啊 真是好傻好天真 很慶幸啊 你知道自己的傻跟天真 在這時候補槍何必 第二次呢 就是聽就是馬克信箱了 是因為看到了Eva的推薦 然後順利的把我們撿回來 在我很Lonely的獨居實習生活的時候 要謝謝你們 在家裡面當高等遊民的日子呢 我就叫我媽去聽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母親很喜歡瑪莉 啊常常說瑪莉如果老了以後 說話還這麼有趣 那就真的很難得喔 哇所以意思是說 人到一個猛個年紀 就會不再有趣是不是 真的嗎 以我們幼稚的速度 因為其實我們也不太年輕了 說實在的 對 唉 真的是有點懊惱 就是有一次我們的對話 竟然沒有錄音下來給大家聽 怎樣我們那時候在玩什麼 在玩我們誰會先得到阿拉丁神燈 蛤 那你怎麼會想到這件事情 這是最近的嗎 這不是其實最近啊 然後勒我得到阿拉丁神燈我要幹嘛 就是我們要許什麼願望 就是好像都是在弄對方 然後弄對方之後我們結論就是說 那我們就看看誰先拿到了 所以重點是根本就沒有阿拉丁神燈 真的好值得一集廣播劇喔 真的是兩個白痴欸 而且重點是兩個都幾歲的人 而且我們是很認真在討論喔 那我就會先怎麼樣 你怎麼樣 我就怎麼樣 哈哈哈哈 好所以呢卡奧魯這封信呢 就是拖了很久 然後他這個卡片非常的美 本來呢是要買送給媽媽的母親節卡片 就他母親節拖了四年沒有寫給母親 太久 現在寫給我們 謝謝你卡奧魯 這封信有個五元美金 我們真的是蠻多元的幣值耶 這個是來自於萬榮的午後紅茶 就是所以這些外幣阿 就是大部分都是我收 就日幣會給你嘛 然後其他外幣會給我 所以其實有點困擾因為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嗎 因為台灣銀行是不會收印尼幣 不會收印尼盾 不會收菲律賓批索 那些就是解譜債幣那些 而且那個量又沒有大到 你可以上網路說誰要你要換錢 對那差不多就是台幣可能五塊十塊錢 那個那真的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知道啦 你就是新房間新牆壁有一餘 就是把鈔票弄上去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好看嗎 你摸著你的良心 你覺得好看嗎 你覺得我的新家值得被這樣對待嗎 不然你就拿個筆記本把鈔票黏在上面好了 你就怎麼樣 筆記本可以吧 可以 萬榮的午後紅茶 徬徨很久的離職計畫又開始運作了 畢業後四年都待在同一間公司 看著公司從原本我很喜歡的樣子漸漸變調 每天上班都很不快樂 甚至跟主管講話已經讓我反胃想吐 由於這麼久的原因 第一我對自己沒有自信 即使考慮出國留學 又擔心畢業後依然回台灣領低薪當勞工 因為身邊有太多這樣的例子了 第二現在帶來產業是他喜歡的 所以離開公司會不會就失去了這個 喜歡產業的工作機會呢 然後還想了金錢啦等等之類的 但是最近上班的低迷情緒 已經讓我受不了了 我就想離職 QQ 當然都說二十幾歲是人生很重要的時期 也是行訴未來職業的關鍵階段 是不是因為這種見解的存在 所以年輕人好像都不敢輕舉妄動了呢 所以有個調查 打工度假平均年齡是二十六歲 好晚喔 馬克大師請為我品字好嗎 我來看看 其實字很美 可不可以就是以後大家不要再請馬克大師品字了 為什麼 給錢也不行嗎 也不行 因為馬克大師就是一個糊弄人的 他現在已經沒有什麼 沒有靈感了 對沒有靈感 我無法再繼續糊弄下去了 你就是你 你很好 你很棒 唉看來這個小遊戲要消失了這樣子 畢竟熱量機那個遊戲 玩了一陣子也是就消失了啊 是不是 我們就是要珍惜當下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天下無不散的宴席 這是第二次寫信來馬克信箱的梅子粉 但是寫信給你們要排隊排好久喔 我都還沒有聽到我第一封信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個難過的故事 要徵詢你們的意見 昨天我和戲像一個女同學K一起吃晚餐 卡奧魯 平常我和卡奧魯沒有很熟 吃飽飯一起散步回宿舍 K就跟我說在一個月前 他看到戲上的一個男同學B B 嗯 B喔 男同學B 欸有什麼日文發音是B開頭的名字呢 Penji 有這個名字嗎 Penji是一個名詞啊 Penji是什麼 是扳手嗎 而且Penji不是P嗎 好啦 Penji不白包 Penji B B講好了 又B講 現在是B講喔 不是P講 是B講 好B講 B講的Instagram上面的現實動態 PO了一個我跟戲上的女老師走在一起的背影 然後就寫說 本来是我要帮老师搬那些东西的 结果他就突然跑出来 他就是梅子粉 结果梅子粉就突然跑出来抢过去搬 这个人不用我说 大家也知道是谁吧 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帮老师搬东西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就是本来是我要搬的 你现在把我抢去搬 你在跟我抢什么 别讲也太幼稚了吧 都大学生了 我对那次的事情的印象是 当时是刚下课 我收完东西走出教室 看到老师向我招手 然后那个B讲在老师的旁边 我以为老师是要跟我们讲 在系上办公室打工的事就走过去 结果老师是要我帮忙搬东西回办公室 我承认我是那个老师的粉丝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老师的教学模式 跟处事风格 一些跟我比较熟的同学都知道我是粉丝 但是我也没有夸张到连搬东西抢着搬 我不知道是不是当下我误会了些什么 是不是老师其实没叫我 但我以为他招手是在叫我 所以让B讲觉得我很夸张 身为一个冲动派的牡羊座 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没办法不在意 太好笑了 这件事是一个月前的事 而且我是有误会跟不开心 我一定会说出来那种人 所以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找B讲 把事情讲清楚呢 如果是我抢了他帮老师办东西的机会 我会跟他道歉 当时呢我考量了两种做法 评估的风险 通常会在这种东西争执 就是小学生在争相要班作业部 我要帮老师办作业啊 要领那个好宝宝贴纸才会这样的争论 我不敢相信有个大学生会有这样的困扰 好幼稚哦 可爱 第一种做法是 我要找他讲清楚 评估的风险是 怕更会导致他会觉得我是个臭婊子 第二种做法是 装作不知道 然后呢在细项办公室一起打工 可是我会觉得有疙瘩 虽然本来就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我 但在我对整件事情的认知中 他在Instagram发文的内容不全然是事实 这样PO到现实动态 感觉很多细项的同学都会看到 所以知道事情的当下 我还是蛮在意的 不过呢后来我征询了别系朋友的想法 我就不打算再跟B讲提起这些事了 他要怎么想是他的事 而且在其他事情上 我对他的印象也没有很好 只怕会越谈越惨 B讲的成绩很好 上课反应也很好 感觉出来老师很喜欢他的表现 真不知道他是在吃什么醋 请问马克玛丽 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呢 我根本就不会在意他的现实动态 对啊就死吧 也不用到死啦 就是他 年轻的孩子们 你们是不是真的把现实动态这件事看得很重要 他们把Instagram看得很重要 就是那不过就是Instagram嘛 就像你年轻也曾经把别人MSN的那个逆称看得很重要啊 是这样子啊 对啊 我有经历过这一段 我怎么不记得 有啊 我我我我我有 刚刚的口气 怎么这么真实 我我我我 我我就是会MSN一直看我喜欢的男生 他打那个是不是跟我有关 就是看那個動態會說 喔是不是心情不好或是怎麼了 因為暱稱可以一直改啊 好大家要學 那會是一個開場白啦 那是看到他改以後會說 喔怎麼了或是喔去做什麼了 那會是一個打招呼的開場白 好像沒有沒有很在意 嗯要告訴大家不要這麼在意 那個Instagram的事情啦 然後那個有些有些成績很好的乖寶寶 就是他們在學校裡面表現 真的會看得很很重要 對然後就算已經到了大學 然後就像我那時候一上大學的時候 我有點不太了解 怎麼還會有同學去跟老師爭執分數這件事情 因為我就覺得 他們已經想到為了他們要申請學校了吧 之類可是後來那一位同學 他也沒有考研究所 也沒有出軌也沒有就沒有 他就是他已經已經有點 就是為了分數而活的那種感覺 那我覺得蠻蠻可憐的 你去跟他講些什麼也沒有用 因為他就是覺得 我就是要表現得很好 我就是要當個好學生 因為在他的城市的認知裡面 他就已經被設定 他自己設定自己為 我就是一個在老師面前 要表現得很好的好學生 你不要來搶我的工作 你這樣就是被他視為是一個威脅 就是你在搶我的工作 你在搖功這樣子 那你不用跟這種人多攪貨 他會來喝喜酒嗎 你說那個女生 不會啊 unfriend他了 氣成這樣 這封信來至於甜點 我一直等收到你們的回信 我才心甘情願的提筆寫信 暑假的時候 我在一家連鎖便當店打工 每天就是打飯包便當 打飯包便當 我工作分店生意非常的好 一天平均賣700個便當以上 我做兩個禮拜大概手就有職業病了 手太疲勞 所以我每天睡覺起來手都是麻的 我已經到連握梳子拿牙刷 都有很大的困難 可是這個工作很快樂喔 因為便當店要求就是速度 我都幻想 我是便當機器人 然後包裝才是便當書送袋 那我們的便當菜色有固定的擺放 順序分量位置 所以產品就會很像機器人做的 便當機器人 開學後最大的不同就是我自己搬出來住了 雖然搭二十的室友人都很不錯 可是回家總覺得還要跟人家搭話 好像有一點累 我想要一點點自己的空間 所以決定搬出來 有時候現在住到外面 晚上都覺得想說 唉如果有一點點點就好了 我就不用再偷偷摸摸打電話進去了 還有一個改變就是 我最近在進行無痕飲食 痕跡的痕 什麼是無痕飲食 自備環保塊 環保杯 盡量不製造垃圾 我真的要說 這個真的超不方便的 但是一開始很不方便 習慣之後也還好 哇你好棒 你真的是you're awesome 最近開始申請實習機構拜託祝福我 然後他還有一封信是好久以前的唷 在好久好久的故事 這學期我在一家早聊日託機構實習 這個幼兒園的行事 然後提供了三到六歲的身心障礙兒童上學 那我們的孩子可能有染色體異常 唐氏症 智能障礙 自閉症 腦心麻痺 多重障礙等等之類的 那機構裡面也有很完善的老師啊 職能治療師啊 物理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等等之類的 零到六歲的小孩在快速發展中 所以如果發現小孩好像有疑似發展遲緩 一定要儘快帶去醫院診所評估 那也有寶寶手冊啊 網路上都有簡易的檢核表 可以讓媽媽可以來確認一下 我本來就非常喜歡小孩 所以在那邊實習蠻快樂的 而且很幸運的是遇到很好的督導 會認真安排實習內容 也很積極的安排課程 小孩都超可愛的 我上班都有被療癒的感覺 然後呢他附上了他小貼紙 是要送給你的 因為他不知道為什麼看到貼紙 就會想到你覺得很可愛 因為有一個是手在抓奶子吧 我想 就是很像在捏那個滑鼠還是什麼的 可是滑鼠很像胸膚這樣 看來就覺得很適合你 寄給你 謝謝你 親愛的馬克 瑪莉 你們好 大家好 我是來自於男子的男子嘎嘎 今天寫信呢 是因為我爸爸住院了 動的是心臟方面的手術 在裡面裝了一支新的支架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前幾年 我爸就有動過一次一樣的手術 事實上前陣子學校的宣導活動 有聽到講師分享類似的故事 這個故事呢 是和我爸一樣的手術 講師的親友A有抽菸的習慣 一天一包煙 當A第一次動完手術準備出院的時候 醫生就跟A預言說 嘿 如果你不戒煙的話 那麼我們一定會再見面的 果然接下來的幾年 A又第二次的檢醫生 第三次的檢醫生 因為同樣的原因進了醫院 而且第三次之後 A就再也沒有出院了 其實聽完這個故事呢 我馬上想到我爸 第一次動手術到現在 我還是常常看到他吃完飯 就先出門抽菸 每次看到他又出門抽菸 我就會再次想起這個故事 還有那個醫生的預言 可是我從來沒有跟我爸爸 分享過這個故事 我也沒有提醒過他不要再抽了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跟我一樣 類似的困擾 其實我跟家人之間的相處 非常的和平 非常的融洽 我們週末吃完晚餐 會一起在客廳看棒球 看MOD的電影 我們會一起討論影片的劇情 甚至喜歡的段落 吐槽段落都常常蠻像的 我也知道 當我遇到任何危機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無條件的接納我 可是我仔細的想想 我們對彼此 好像其實不太認識 我們聊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情 卻很少就是聊心事 很少聊聊彼此 很少說出心理的關心 有時候我會想 身為和我最親的家人 我的爸媽認識的是真的我嗎 比方說他們從來不知道我的感情世界 不知道我到底喜歡的是男生還是女生 更不知道其實我已經談過一段感情了 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幾天 在他們眼裡我就只是一個 出生到現在還沒有交過女朋友 或者是男朋友 不知道啦 的單身男子吧 但我也沒有主動跟爸媽說過我的故事 反過來也是一樣 我也不知道我爸媽在二十幾歲跟我同樣年紀的時候都在做些什麼呢 他們喜歡什麼 遇過什麼困難呢 又怎麼解決的呢 我對他們的過去幾乎可說是一無所知 媽媽的部分還知道比較多一點 爸爸完全不知道 甚至當別人問起說 你爸做什麼工作 我也只能說是某某方面的工作 但如果對方問得更詳細一點 我就說不出來了 因為我只有從爸爸的名片上知道工作項目 所以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藉由馬克信箱 透過第三人稱的視角 透過馬克馬力的聲音 讓爸爸知道我心裡的話 所以他把這個剪給爸爸聽 不論是希望爸爸可以努力戒嚴 或是希望爸爸可以分享他生命的故事 因為我知道我爸也是比較害羞的人 可能不好意思直接跟我說自己的故事 所以爸爸你也可以參考我的作法 好 就是寫信寄到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02號25樓馬克信箱收 這樣我就會聽到的喔 天啊 謝謝馬克馬力把我心裡的話說出來 Donation100元表示我心中的感謝 這個好棒喔 好感人喔 說真的就是我們很認真的在自己的生活當中 然後在關心那些同學啊朋友的instagram現實動態 可是我們卻沒有關心我們的爸媽 我們的爸媽他們年輕的時候在做什麼呢 他們的愛情故事怎麼相識的 然後他們過的 怎麼生下你的 對然後還有就是他們年輕的時候喜歡誰 有沒有追過星看什麼電影 然後像我們現在可能可能我們會知道說 喔馬力她喜歡的電影是哪幾部 她喜歡的歌的音樂類型是什麼 就是我對你的了解可能比對我爸媽還多 對啊 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去跟自己的爸媽聊個天吧 這封信來自於小千 小千是從小熱唱跟狸貓那邊知道你們的第一次寫信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聽廣播的習慣 但因為我當人妻之後煮飯的時間太無聊了 所以開始要找東西來聽 欸很適合我必須要說 可能很多人覺得煮飯很紓壓 可是對我來說其實壓力很大 因為其實我對煮飯沒有自信 實驗後發現如果單純的背景音樂 根本就沒有辦法緩解我內心的焦躁 還有壓抑我胡思亂想的腦袋 直到找到你們的廣播 你們的搭配很有趣幽默又有點知性 我記得有一集好像說颱風夜適合做什麼呢 馬克說適合趁著夜黑風高強風奏雨情侶在屋內 屏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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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怎麼叫外面聽不到 然後瑪莉當時跟著啟宏用台語形容激情的畫面 我有 我有說到這樣 你有這樣嗎 屏屏屏屏屏我講的 你有這樣子喔 我應該是沒有吧 月黑風高的時候真的是 那個情緒很高張耶 現在我每天煮飯都會開一集馬克信箱 聽完一集也差不多煮完收拾好了 新目標是要在一集播完前結束工作 我要朝這個效率女孩前進 好棒喔 最後可以請瑪莉用介紹產品時的口吻念下面一段嗎 煮菜食廳馬克信箱 心情會輕鬆 飯菜也會香 這應該不是台語吧 飯菜也會香 心情會輕鬆 飯菜也會香啊 是這樣嗎 還是飯菜 媽也香 對啊 煮菜食廳馬克信箱 心情會輕鬆 飯菜媽也香 祝福兩位事業順利開開心心 我本人七月底要考重要的證照 題目很難 一起加油 斗內斗內100元 音鈴鈴鈴鈴鈴 這封信也有100元 終於克服拖延病的Howard 當初知道青春點點是在國中的時候 那個時候小屁孩我根本沒耐心聽完這個節目 等到呢就是在17年年初夜晚感到空虛寂寞 覺得冷的時候 想到了喔 青春點點點 打開來聽填補我心中的空虛 可是欸 每天幾個月節目就被停了 正像是 看看你這個衰神 還怪你聽眾 正準備要高潮的時候 就謝了 還好 有每週四的馬克行箱陪著我 因為手機網路流量 所以我把每個禮拜的馬克行箱都先下載在手機裡 無聊的時候就聽 但用下載的 會不會影響點擊率啊 當然會 說什麼啊 好 如果會我還是會乖乖在YouTube聽完再下載 好 講那麼多 還沒自我介紹 我是Howard 剛剛苦過學測等大學放榜的高三升 哇現在已經放榜了 嗯 分享自己呢 在高中勝最後半年的心情轉折吧 在高中三年成績一直保持中上 到了高三 有個繁星的升學方式 就是用在校的成績去做申請 我在校呢是11% 但不幸的是 我卻落榜了 班上超過一半 已經當上大學生 有將近半年的暑假 而我還要準備申請面試 然後一邊準備指考 想要在高中好好學好微積分 但那些準大學生卻說 哎呀等大學學就好啦 反正最後還是會忘 被這樣一講 當時的心情真的很難訴說 為什麼難啊 我不懂 我也不懂 看著班上頹廢的狀態 心想那些靠著繁星 上了中央中心大學的人 未來到底會怎樣 呃不會怎樣啊 就是一般人 不用想太多 但是因為你是高中生 所以難免還是會比較 對 對 但你知道 就大家 大家現在啊 你們就 以後遇到問題的時候 就想像說 我是馬克 或是想像說我是瑪莉 我會怎麼樣 就是想像說我現在36歲 就想像那個時候你會怎麼樣 嗯 你可能跳脫出來一點 你就會覺得 18歲 20歲 25 26歲 其實這些事情都 都是 都不是什麼問題 嗯 除了 除了 之前那個寫信來的柚子 喔那真的是個問題 那個真的是蠻大的問題 但是柚子的無力感 其中也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因為他現在還是學生 他沒有經濟能力 嗯 因為當很多事情是 當你有了經濟能力之後 然後你努力去賺錢 你有辦法去 改變一點點 開始改變 你就可以開始改變東西 因為 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當中 錢就是權利 你有了錢 你就可以做出改變 Howard會這樣說呢 是因為他們原本的學測成績啊 根本就到不了那一些 他們申請的學校 因為是繁星入學 繁星入學其實是 基本上是給一些 嗯 知道怎麼講 就可以加分的那一種 是可以加分的 就可能你的學校排名 不是這麼的前面 所以就是你的學校 基本上跟前幾志願 是沒有競爭力的 嗯 那在裡面的學生 本來也會 就是成績會比較低一些這樣 然後要彌補掉城鄉差距 跟公司學校差距的那一種 所以就是會讓 也許你的成績沒有這麼好 但是你還是可以 申請上那個系 嗯這樣子 所以他這邊說說 譬如說 57級分就上了69級分的學校 55級分就上了62級分的學校 這樣子 嗯 那他們他們都不會擔心自己的程度 跟那些申請人會差了一大截嗎 他們都不用先修或是繼續的加強學科嗎 嗯 但是有這些感覺 有可能只是因為我落榜 所以憤世忌俗吧 嗯 你知道就好 嗯 但我還是呢有安排 假設呢上榜後要精進自己的活動 譬如說我要考多益啊 我要去學寫程式啊 請問主持人 如果看到比自己頹廢還要混的人 卻還是關關難過關關過的心情是怎麼樣呢 當然會覺得有點不公平啊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不公平的 嗯 而且我必須要告訴你 就是那個級分這件事情啊 呃 沒有你想像的差那麼多 因為他現在嘛 他現在就是在那個時間點 他大概會覺得說57上有69欸 對對 國中跟高中會感到非常明顯的差距 嗯 高中和大學不會的 嗯 對就是國中跟高中 在我們那個年代呢 就是有自學班 自學班現在已經廢掉了 可是那個時候有實驗了一兩年 你那個時候應該也還有 嗯 自學班就是國中的時候 你完全不用就是 很被很被逼的念書考試 嗯 你也不用考那個時候的聯考 或是現在大家說的 呃什麼基策這樣子 嗯 然後之後就是憑你這三年的 學校班上成績 然後就可以填志願 嗯 所以那個時候在高中的時候呢 就是也會有自學班 在高一的時候 也會有自學班的同學 在其他的其他學校當中 自學班的同學可能是被打散 嗯 所以我常常看到就自學班的同學 那個時候呢 在嚴評高一的自學班 他們因為是自成一班 嗯 所以在高一上的時候 他們就還是一個自己的小天地 就還可以玩得很快樂 高一一下一分半以後 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痛苦 因為他就是 他們在國中的時候 就是沒有感受過那種壓力 嗯 然後高一上也OK 然後一到高一下的時候 那個成績落後到他們全部就是 那一班人就是排在非常非常後面 然後整個高中是 無限的一直在追趕著 嗯 的那種感覺 國中和高中會有 呃這麼 就是明顯的差距 明顯的差距 是因為國中和高中 基本上是用 統一套的填鴉式教育 嗯 所以你國中那個時候 你很快樂的學習 你到高中的時候 那個填鴉式他還是會來的 嗯 所以那個差距很明顯 可是高中到大學 就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考試狀態跟分數狀態 所以那個差異 不會有你想像的那麼明顯 可是他上到那個名校耶 其實真的還好 嗯 真的 第二個問題是 讀書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我還是覺得讀書就是 是一個 當然我現在講會覺得是 拓展你的世界 我就是讀書沒讀好 所以我世界觀非常的狹隘 哈哈哈哈 那就是建構你對這個世界的認知跟好奇啊 只是 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不但沒有認真這個世界 也對這個世界失去了好奇心 是 我恨教育 哈哈哈 hashtag 我恨教育 對 這有些是教育 其實應該 讀書應該是要帶來這樣的快樂才對 沒錯 沒錯 那現在 我覺得高中是 會一直想要問 就是讀書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 是因為那些教材 太不實用 說實在 太不實用 可是如果你想像的就是 呃 今天在高中你讀的這些東西啊 他 他不是為了是考試 嗯 而是 呃一直有那個 謝政武的那個競賽 或是 抑制競賽 那些題目其實很多很多都是高中 或是生活 那種學科上面的知識 然後你要想就是 我最強的時候就是在那個時候 嗯 然後假設你要想說 哇如果我把這些學好的話 我就可以參加那些競賽 然後我就可以拿回一百萬 嗯 如果抱持這種想法去學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會比較有動力一些 這樣子 嗯 第三個問題是台灣的教育 是不是出了一些問題 我想是有一些問題的 哈哈哈哈 就是學教育 教育應該是要讓大家可以 激起學習的樂趣跟 嗯 跟那個動機啦 所以如果 學習你是沒有動機的話 那當然就會覺得很痛苦 Howard繼續來寫第二封信說 從2017年的第17週 一直到2018年的第18週 一整年我都有 在我的手機裡面 全部都不缺了 嗯 其中我最喜歡的是 17年第17週的馬克信箱 嗯 內容是 瓜法網球 教會她的事 哦 再搭上背景音樂 感覺很催淚耶 後面馬克在念信 瑪莉在吃拔辣 還問馬克要不要吃 哈哈哈哈 什麼啊 哈哈 在悲傷中 增添笑點 之後呢 在24週25週的處女約炮 也非常的經典 30週馬力生日那一週 聽了聊政治 引發我興趣 太多我喜歡的音檔了 說也說不完 其中一集有提到 如果跟巨蟹在一起 分開一定要斷乾淨 不然容易 富燃愛火 不是吧 是跟什麼星座 不巨座應該這樣分手 為什麼不斷乾淨啊 說得真的很準 請問主持人覺得巨蟹座 到底是怎樣的人呢 巨蟹座你們應該很多人 都會幫巨蟹座貼一些標籤啊 那巨蟹座就是那樣的人 哦 因為是被貼上標籤了 然後很多人就會 因為被貼了標籤 就覺得好像我就是這樣的人 可是你說是 嗯那個雞生蛋誕生 其實也蠻難講的 可是的確啊 統計身邊巨蟹座的人 他們真的都是蠻有 包括我就是蠻有那樣的特質啊 特質是什麼 不想改變 或是喜歡一個窩的感覺 窩在那邊的感覺 一個殼會讓 會帶來安定跟安全感 嗯 我在學校英文經濟課程裡面 認識一個女孩S 然後呢 S有一天烹飪課 做了一個巧克力盆栽送我 沒有送給另外一個同學 我心裡就有點小高興 嗯 那天放學我就私訊S跟他說 謝謝小聊一下 我沒有動心喔 之後過了一年 哇好久 超久 因為回復了一篇限時 欸又是限時動態 其實現在很多 就連你看PTT 大家在發問 很多的出發點是因為 我怎麼跟那個人又重新聯絡呢 就是因為我回了他的線動 他回了我的線動 所以我們又搭起了什麼橋樑 超多都是因為限時動態 哈 開始了我跟他的聊天談心 一開始我們都在互嗆 後來因為某些事 我們聊了彼此的感情狀況 剛好那時候要斷考 開啟我們的通話 發現這樣有人陪伴聊天還不錯 之後每天晚上到的某一時間 一天就會固定通話 這不是就被制約了嗎 嗯 突然有一天訊息回得很慢 也不再通話 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大略知道啦 可能因為他前男友 然後他很傷心 身為朋友的我 當然我會說一些安慰他的話 我每天傳一兩句話 後來他終於稍微好一點 但我的第六感告訴我 他還是怪怪的 之後過了一兩個月 終於好了 聊天感覺比較像以前 也透露一些我喜歡他的事 之後天氣變了 我還買了暖暖包 讓他溫暖 有時候他告訴我 他月經來很痛 隔天去學校買了熱可可 巧克力給他吃 記得買了將近十次吧 都是我主動的 他也沒拒絕 有一天 他又因為他心情不好想哭 我就傳個語音訊息給他說 發生什麼事啦 有問題一起解決啊 他聽完回我 他流淚 說是感動的眼淚 但是隔兩天 又又又 又失聯了 這一次不見了一個禮拜 當時有透過朋友 說是某天要講清楚 最後他也沒出現 那我受不了了 某個假日的下午 我爆發了 我想要結束跟他的關係 斷交流 結果他最後傳一些 挽留的話說 不想要我們這樣 我會跟你講我的事 你也跟我講我的事 這一天我跟他都在哭 後來我還是心軟 繼續朋友關係 哭什麼啊你們 心想我不要再喜歡他了 做朋友就好 但真的好難切除喜歡他的事實 爆發的那一天 我淋雨回家 好青春喔 淋雨就是 老天在下雨 我淋雨 我故意不撐傘 我的心也在下雨 現在在聽馬克信箱的人 因為我發現很多聽眾 是跟我們同步成長的 所以 比如說最近在辦婚宴的時候 也看到 哇身邊有很多很多的典友 也都是最近被求婚啊 或是要結婚啊 那麼巧啊 對啊 就是 真的都跟我們同步成長啊 有人跟我同步成長嗎 有啊 就是年紀都跟我們差不多啦 或是就是 比我們小 假設一個固定的年歲 就是五六歲 或是七八歲 這樣子 現在就是 這一些 老典友們 老屁股 回頭去聽 就是 年輕時候的淋雨 回想一下 你是不是年輕的時候 演奏過這件事呢 唉 我沒有 喔你沒有啊 淋雨這件事情應該是沒有 對 最好還是不要淋雨回家 因為隔天 Howard就發燒了 跟他說之後 他第一次 關心我 在那天我們重新開始講電話 聊得比以前還要晚 後來我累了 先睡了 隔兩天 因為要斷考 我們一起到星巴克看書 但他聽歌聽一聽 又哭了 這女生蠻煩的耶 我拿衛生紙擦淚 後來他心情平復後 他偷偷在我手上寫他的名字 還加上愛心 好青春喔 什麼啦 這樣開心 持續兩個禮拜 他突然又疏離 我也越來越沒安全感 小爆發一次 之後我決定 寫個小本子 每天寫我一天的心情 大概寫了三本吧 寫完 就給他看 後來他持續的忽遠忽近 時好時壞 但我還是對他很好很好 有求必應 後來我發現他跟前男友聯絡好一段時間 也重新在一起 而我都被蒙在鼓裡 之前他還傳給我什麼陪我在一起 畢業後怎麼照顧我 還傳love you 擁抱的貼圖給我 搞得很曖昧 最後只是希望我不要離開 聽到這些很傷心 也很生氣 但真的很無力 在學校跑到人少的地方哭 欸 上課還表現得跟一般的時候一樣 過了好幾個月 從別人那邊聽到 他在別人那邊說我壞話 說我醜 我煩 要把送他的小本子要回來 但是我從來就沒有說要送他 我只是借給他看而已 到現在依然 這個是不是要先去確認 到底有沒有傳話傳錯啊 不然這人也太壞了吧 嗯 跟他離開後呢 聽到別人對他的評價是 利用他人 明明有男友 還跟別人玩親親 找工具人 婊子等等的 還有他說的話永遠不是真實 話要打對折 聽到這些我才領悟到 他的風評有多差 我原來過了一年才釋懷 我以為我會哭 唉 故事講到這一定很無聊吧 唉 沒有馬克最愛的信 只有 第二愛的錢 最後祝馬克瑪莉 天天快樂 呵呵 Howard 謝謝你 傷心的Howard 謝謝你 讓我們重溫了一下 青春 Alzheimer 親喚店 enn 封信來自於饑安 有一天他听到2015年1月9号的录音档 那一天我念了一篇PTT男女版的文章 内容大概是男友爱上大嫂的故事 还记得三年前的那天晚上 我刚好听到这个故事 念完之后还播了照传的 我终于失去了你 怎么不是播嫂子卖饺子 应该是问你吧 实在好吃 那个时候我的好朋友 他有一个交往四年的男朋友 可是因为是读不同大学 所以他们是远距离 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 大一的时候呢 我常听这个女生说 有关他男朋友的事情 虽然会斗嘴吵架 但听得出来他们蛮相爱的 他跟男友传讯息的时候 也不会刻意隐藏 吃饭的时候就拍照 告诉男友说我要吃饭哦 偶尔打扮得比较漂亮 还会先视讯给男友看说 我今天穿这样子哦 后来我发现朋友好像有点不一样 那个时候因为有一门客 要跟他一起做作业 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 也因为那一门客让他更认识了 一个鸡男 鸡鸡男 鸡鸡其实是同班同学 但那之前他们没什么交集 可惜因为被选为课堂上的小老师 所以有交流了 学习一开始呢 课堂上要订购一些材料 他就跟鸡鸡去找 后来在课堂上要借器材啊 明明有时候一个人去借就可以了 但是他们都一起去 然后呢 有时候课堂间的休息时间 我朋友会跟鸡鸡啊其他同学聊天 然后不知不觉 校园八卦 聊到星座 聊到了爱情观 所以当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内容之后 我觉得 好像越想越不对劲 后来我跟我朋友相约吃晚餐 一起完成作业 我朋友都开始会用奇怪的理由说 你自己吃啦 我们之后再见面做作业 我不喜欢八卦别人的事情 所以我也没有打破砂锅 问到底他到底在干嘛 学习过了三分之二之后 我发现 朋友跟鸡鸡不只会聊心理话 还有一些自己的暗号 甚至是肢体接触 有时候我有点看不下去 就会说两句说 哎你要注意一点吧 虽然大家都没有把话讲开 可是同学都感受到 他们之间的暧昧 最后朋友在传讯息的时候 已经开始会刻意避开 或是会把荧幕朝下 小心不让我们看到 有一天 我跟朋友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 我朋友跟我说 鸡鸡牵了我的手 我心想 靠 真的发生了 我问他 为什么 什么时候 朋友就说 鸡鸡要带我去他外宿的地方 经过某个路口 要过马路的时候 鸡鸡就牵我了 我就说 你去他家干嘛 爽啊 鸡鸡的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 干嘛 哎 我 我不会把蛋白跟蛋黄分开 什么啊 他们是什么烹饪客教室才一般哦 这个理由真的太白痴了 一个二十岁的男子用 不会把蛋白跟蛋黄分开的理由 然后一个二十岁的女子 就真的因为这么白痴的理由 答应去他的宿舍里面 天哪 虽然我是没有谈过恋爱啦 我好想当二十岁的人哦 你约我去 干嘛要去你宿舍啊 不是啦 就是我不会把那个蛋白跟蛋黄分开啊 你应该会吧 你帮我嘛 你现在带来啊 我帮你分 你帮我 你帮我一下 帮我 帮我一下 帮你什么啦 帮我 我等一下给你很多蛋白 很多 很多很多 拜托拜托帮我 帮我一下 拜托一次就好一次 什么一次啦 我看我朋友劈腿心中有一股怒气 有点怪怪的感觉 学期末啊 要考试啊 各种报告作业 朋友当时会开始跟他的男友 有各种吵架出现 吵架的同时 又另外一边跟GG暧昧升温 然后我看朋友好像 感觉快爆炸了 我就约他去吃晚餐 说说话 他是只有牵手而已吧 还是去了那个宿舍以后就 就上了 他没有交代 反正那天晚上朋友在餐厅崩溃的说 我还是很爱我的男朋友 我不想放手 我会跟GG划清界限 我不会再跟他私下碰面了 说完 我就用手机播了照传的 我终于是取了你 因为他刚听完节目吧 我们戴着耳机在台北车站星光三月外面 以为事情就会结束了 他会好好的交往 会远离GG 没想到下个学期一开始不到一个月 他就跟交往四年男友分手 跟GG在一起 但是跟GG交往到现在 也已经过了三年了 有时候会觉得看到朋友 面临爱情的抉择 还想说在演什么八点档啊 但仔细想想只能说 青春不能留白啦 当下可能觉得情绪很复杂 很多很难过的事情 但现在回头望都是满满的回忆啊 感谢G安的来信 这封信呢有一个小测验 然后这个小测验呢 他是做了前一阵子很流行的 就是什么什么九宫阁 就是那个谁跟谁长得很像 然后做成九个人这样子 然后这个呢 做了一个马克九宫阁 然后还把我们的眼睛给化掉 让你猜猜谁是谁 真的很难分吗 非常简单 我一眼就看出我是谁了 废话 他是胯下少女 然后呢 在讲这个追思会的时候太晚到 所以呢 就只能坐在摄影大哥的正后方 教员封神榜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的看见你们 可是你们在下面念信的时候 我就要伸长脖子 或是透过摄影大哥的胯下的缝隙看你 但我想虔诚的教徒就是这样 就是用特殊的视角看你们 我也甘之如意 我很期待下次的活动哦 马克信箱听久了 你们应该都会知道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马克的复制人 所以我要来提供 拖延病 不是啦 很多复制人是很多长得跟我很像的人 这样子 好你来猜猜ABC谁是马克 B啊 很简单吧 对啊 对啊 你要不要给你老婆看一下 大家一定很快就猜出来的啦 这个脸型三个 脸型不太像 脸型鼻子都 但他只有结下半脸啦 对 他说答案是 Radwimps的主唱 野田羊次郎 他前一阵子在看Netflix的 他们的百万日元中 男主角觉得蛮眼熟的 觉得这不是有马克吗 这样子 好所以这提供给你之后呢 如果要讲的话 不要再讲小手千锋了 还有野田羊次郎 你是不是不知道小手千锋跟他有多像 有啦 他的另外一个就是小手千锋 没了 对 这封信 你看看这一个棒球 对 我爱我爱 他们到底他们好像不是红叶哨棒对不对 每次我们都说是红叶哨棒然后都会被纠正 他们为什么不在下方写一个 什么什么棒球对 就像日币上面会写那个人名字是一样的 500元来自于大象邦邦 从高三开始听你们的节目 记得那个时候听光友哥听到睡着了 然后呢 昏睡当中被你们大声咆哮跟喧闹给惊醒 一怒之下对你们骂说吵死了 然后把你们按掉就继续睡觉 后来到了深大学的暑假 历经地狱班的指考 迎来日夜颠倒的暑假 常常玩到12点才回家 我呢太开心失眠了 所以开始打开广播想说光雨呢 那个陪我到1点的光光呢 怎么样啊 这一男一女是谁 凭什么取代光光 没有取代 是Colin哥在前面好不好 10点到12点那个时候 后来想说 诶这不就是前几个月把我吵醒的那一对男女吗 我来听听看好了 我们的相遇可能就像偶像剧 一开始觉得互看不顺眼 但就觉得诶 诶你们Colin接电话秒过啊听众等等之类的 我心里想说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两个人这样做节目没问题吗 可是又被你们常常没来由的情绪高张 逗得乐不可知 也曾经尝试要拨打电话 成功过一次 玛丽当时还问我说 你是邦邦 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邦邦吗 我心里还想说 什么 还有别的邦邦 还有别的邦邦 这个世界上不准有 只准有小象邦邦 听了十多年 真的很想谢谢你们 原本我的个性是害羞内向的 也不是很会说话的人 可是受到清点叫的耳濡目染 我的口才变得越来越好 我也懂得如何开话题呢 当兵的时候 因为发现自己追尖盘突出 而住院开刀 还好有你们陪伴我一个月的住院生活 虽然常常因为忍不住大笑 结果伤口好痛好痛 但又好笑好笑 318是我第一次参加点点点的活动 入场时看到一楼大爆满的盛矿 于似乎就往二楼空旷处走 哎呦 所以这五百块是赎罪的嘛 对 我就是那个鱼木混珠的贱名 为了表达贱名的歉意 附上叉 叉了四百元 外加一百元的斗内 补齐税额 请教主们息怒 非常棒 非常棒 好 他说坐在那个位置很开心 我甚至不小心看到强强在高举双手时 不小心露出了翘臀 还好 是支屁股还好 虽然我就一个人参加 可是度过了非常开心的下午 在追思会的现场 我还打开了骄傲软体 想说会不会有其他的圈内典友站在会场 我绝对没有说我期待在那边找到强强的交友 后来我敲了一个有气质的日系亲手男 结果他指挥我说 青春点点点那是什么 我只是跟我朋友在附近吃饭而已 但是最后 这个人成了我的男友 天哪 已经空窗快三年的我 曾经觉得自己已经没有爱的能力 没有办法爱人 我常常跟人暧昧到一半就想逃 然后就觉得 我就孤老终生吧 但谢谢你们 如果你们没有把活动办在花博 我平常根本不会去到原山 也就不会邂逅我男友了 这已经是第几对了啊 Fuck Fuck什么 我真的是包罗一直过给你们 我觉得好快乐 因为我办活动最快乐 就是希望点我们可以 搭体 可是他别人就是跟外面没有看过的人 只是刚好在那个场合遇到 没想到青点叫 竟然有感情光明灯的服务项目 现在我的男友也被我拉拢入教了 不晓得我们两个人的信 谁会被先念到 希望你们可以继续陪伴大家 然后下一次我可以跟我的男友 一起参加你们的活动 好哦 来自于新竹阿韩的第二封信 他坐在台中回新竹的火车上 写信来 正在听2016年1月28号的录音档 马克呢欢迎国中以下的听众 打电话进来叫两位爸爸跟妈妈 第二个小时呢 第一通跟第二通电话就已经把马克惹怒了 我记得很屁耶 爸爸 爸爸 因为是大安区陈金峰跟屁红豆 屁红豆现在都上大学了 大的跟什么一样 现在大二了呢 玛丽呢教马克一个息怒的方法 就是去看福禄猴的照片息怒 福禄猴 大家还记得福禄猴吗 福禄猴是这一只 那一年的灯会 非常的 那个猴子真的是吓死我 现在的工作呢 在旅馆柜台 因为女生比较多 所以男生呢要职业班的频率比较高 男生当然也比较任命啊 因为业班的精彩事太多了 大哥带女人啊 工程师教肌啊 小混混吸毒啊 各种传播查讯啊 有的时候呢 还会遇到抓奸 工作环境复杂 自己知道呢 这不是我想要的工作 但是也因为这里我看到很多 为了生活社会底层的人 未来呢 想要去中国工作 碍于还在存钱 而且想把银行的债务还完再去 所以还在努力当中 我是四年资历的蔡典友 当年呢是听完了Yoga 口的形状之后的一阵子 Yoga的Facebook 叫大家听青春点点点 那一集呢 龙哥还有两位一起唱歌唱得很快乐 快乐到玛丽还大喊说 我要打给我妈妈 你还记得吗 我们跟林又嘉跟龙哥一起唱歌 像KTV 我怎么记得 那一集呢 是他近年 近几年最爱的前几名 推荐2014年6月4号 我记得我还是唱得很难听 歌单有唱了听不到 Dream 还有风暴 录音档陪伴我当兵出社会 尤其是出社会的时候呢 朋友渐渐少了 还好有你们在空虚无聊时的陪伴 我只有接触过你们一次 就是去年底的玛丽电影院家长 原先呢没有抢到票 幸好夜班下班 一大早Facebook抢先看 开家长了 二话不说 马上买票成功 但是3月18号的追思会没有跟去 来不及了 颁表无法跟动了 反正未来呢 希望要多多办活动 因为其实蛮想要认识其他点友的 毕竟我是潜水的边缘点友 身边没有半个朋友听的那一种 谢谢两位 那大家可以期待今年 年底 一样是11月吧 你生日的时候 对啊 每年都是这个时候办啊 玛丽电影院 办个马克联谊会吧 马克联谊会 对啊 你说让大家就快速联谊这样认识彼此 对啊 大家 就是这一场就是给 想认识点友的人来 不是那种就是 看看这活动要干嘛 然后什么的 没有目的很明确 我就想认识其他点友 那认识点友然后要聊些什么 那就再想嘛 哎呦怎么这样 11月还很久好吗 我们就是一个主题很明确啦 就是我想认识其他点友 OK 嗯 小活动嘛 你办过那么大厂子的 小活动 piece of cake 那这样抢不到票 然后很难控制男生女生 再想再想 这封信要给你念的 这边我一口气来回两张明信片 一张是来自于澳洲 一张是菲律宾 澳洲的这张呢 明信片是墨尔本的彩虹小屋 祝你们有彩虹的人生 它是吉利 收到明信片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回到台湾了 在二千的最后 我来到墨尔本 这是我一直很向往居住的城市 喜欢这边的艺术气息 充满自由的文化 嗯 最后这段时间 我做了很多想做的事情 sky diving 是这样念吧 嗯 然后想去的地方 也是很不错的朋友 买了很多东西 这都是我很宝贵的回忆 希望在这边 认识的朋友的友谊 都可以延续 就太棒了 另外一封 来自于菲律宾的明信片 是来自于乡友 他在菲律宾上潜水课 这是工作一年后 给自己的小旅行 最后一天 在海滩上吹风 看海滩明信片 想到昨天 看了追思惠的影片 所以想做写信给你们 感谢人生高低中 都有你们的YouTube相伴 之后再跟你们说 这个旅途发生的故事 谢谢你们的明信片 这封信指定要我念 不是没有原因的 真的假的 有点精彩 真的可以在YouTube上 念出来吗 什么啊 真的可以吗 嗨马克玛丽 我想说我最后是怎么结束一段 纠缠四年多的感情 分手前两个月 前男友被我发现 他瞒着我约炮 因为他抱着我痛哭 说那是以前的事了 我们在交往期间 我就基于还有感情 舍不得分手 鬼遮掩地跟他继续在一起 把同居的家改了一些摆设 以为我们可以好好重新开始 干嘛换个风水啊 之后他去参加了一个 国外的交流计划 出国了一个礼拜 因为网络不方便 括号我猜是假的 我们几乎没有说到话 讯息也很少 回国后他说 他认识了一个L女 L女 要取名字吗 看你 我决定继续叫他L女 LiLiCo LiLiCo LiLiCo就一直 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两三天就会约他一次 不是看表演啊 就是喝酒啊 到清晨才会回家的那种 但是因为LiLiCo也有男友 所以我就信任前男友 但是慢慢的 前男友会对我说LiLiCo 真的有多特别 LiLiCo让前男友想起以前的我 什么意思啊 听到这个好不开心哦 对啊 有一天前男友就跟我谈到 他很羡慕LiLiCo 跟LiLiCo男友的关系 他们呢 一个住在台北的北部 一个住在台北的南部 什么意思 台北北部跟南部怎样 有差你 台北北是什么北头哦 士林北头 那南是 木栅 星殿 星殿到星北市了 好那我们再远一点 对星北都可以算的话 嗯 那我们就是淡水跟星殿嘛 那是怎样 北吧 前男友说他也想要自己的空间 好那我现在先解释一下我们的生活模式 我呢是晚上固定有正 我呢是晚上固定有正式的 而前男友呢是自由接案 都是白天出门 一天相处的时间可能是半夜到一早 嗯 自己的空间 那一次的谈话呢 我就顺势的提出 那不然我们分手好了 嗯 因为呢还没有找到房子 所以我就还是住在同居的地方 这段日子是最难受的 我们的相处还是一样 我甚至以为我们会复合 有一晚他送我出门 那你就不是真的想分手吗 对啊 嗯 有一晚他送我出门 和我说 哦回家一起看不电影吧 但是我在忙 他就传讯息来说 哦那我要跟Lilico去看电影 Lilico跟男友分手了 心情不好 回家 哦我再陪你看电影 嗯 这一等我等到半夜 他都还没有回家 我终于心死了 带了简单的行李 就逃去朋友家 离开这段关系了 大家可能以为结局是 Lilico跟前男友在一起 不 我离开了一个多礼拜 他就跟 N女在一起了呢 N是谁啊 Nanako N女在一起 N女是谁啊 天外飞来一比啊 之后听说 Lilico也让N女很痛苦过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甘心的部分是 前男友在称赞Lilico的气质 很成熟等等的 我很不屑 因为Lilico 他大我们两岁 多了两年的历练 本来就比较成熟 因为年纪而占的优势 太作弊了吧 两年真的还好吧 最后揭晓 Lilico 就是 小姐 Lilico 然后可以可以讲 Lilico是谁吗 不能讲出来哦 对啊 我是哦 这可以讲吗 哦这不能讲哦 好吧 废话 你要自己逼掉吧 你跟那个都要逼吧 哦 斗内三十五元 渣男退散 啊谢谢你阿元 我要把这封信拍起来 给Lilico看 Lilico知道自己影响别人吗 呃 Lilico看起来不像啊 因为Lilico是一个很大辣辣的人 然后 呃 但还可以理解Lilico吸引人的感觉 对 嗯 Lilico蛮吸引人的 嗯 但是你要说他成熟吗 No 他超幼稚 他超级幼稚的 但是 难怪要给你念念到后面 我想说 谁 嘿嘿嘿嘿 太酷了 我马上传私讯给他 呃做个Ending吧 哦 要Ending啦 对啊 哦 我终于是取了你 人生啊 就是这样 有的人进来 你的生命当中 有的人离开 也不用去想有什么意义 反正呢 就是把重心都放在自己身上 要一直记得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你自己变得更好 嗯 一直让你自己变得更好 这是绝对不会错的哟 You're awesome 我们下周再会